星巴對位 星巴對位的人做一個擋拆喔 但是擋拆完以後星巴對沒有出來 可以選擇做一個通訊的選手 高國豪在外圍開火囉 高國豪外圍瞄籃 帶一步往進去切 還慢哨音響了 高國豪要執行暫停之前的罰球 一二號位帶給領導人蠻大的順 他會不會也是高國豪回到他熟悉的二號位的位置 三門球出手沒進 國豪 買倒了對手自己這把球送進籃框 這是上個賽季我們看到的高國豪啊 高國豪 球會給關打要出現失誤了 前場快過的是高國豪 這一球選擇自己上籃得分 高國豪今天在第一節的表現相當活躍 好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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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愉睿 這邊受到了對手干擾出現失誤 踩招了 SHOW TIME機會 飛聲爆破BRENDON DOLFEN 這一球冠境也破實力圖遠 攀出三節的第二次暫停 工程師把節奏慢下來 七八 反應到高國豪手上的速度 腳三番球 這是灌輪教練想要看到的喔 當你用高投弧度都還要再特別拉高啊 沒錯 我們到高國豪來示範一下 看起來是要打到底 好這場比賽正式的告一段落 最後新竹接口工程師 在出場以91比65 打敗了來半的桃園領航員 在年關前的最後一場比賽 總算是收下了勝利 也終止了最近的二連敗 至於鋼鐵人拿下二連勝找偶 今天領航員再輸球 也讓他們在過年之前 是落入了排行榜的最後一名